Hello,大家好,我是Mr.Amunso 今天我為大家講的就是 S1 Flip Classroom Exercise 10C 平面圖形的面積 這一部分就是Part 5 就是計算數 我們看看計算什麼 球下列角圖形的面積 很簡單,就是計一條線、兩條線 不過高它沒有 沒有,為什麼沒有就加一條 高給它享受 OK 給世界英文字幕 H代表高 我們要計三條線段 就是先計AD AD是水平線 大家都在三樓 第一格,X數字 走到第三格 將3和1,即大減小 出了2 接著我們就計BC BC等於什麼 BC大家都在-2樓 這樣就由-2格 走到6 X數字 6和-2 就是6-2 大減小 就是6加22等於8 至於H 就這樣寫得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兩點減這麼簡單 當然,有些同學都說 不是,它在3樓 在-2樓 3減負2 3減負2 真的可以 OK 好,那我們就這樣畫 好,接著馬上計算 面積 當然馬上畫圖 看看 那就是 加一些線 比如說 上底是2 下底是8 而高是5 好了,那接著當然很容易計 那就會是 2加8 上底加下底 上底加下底 再乘以高 是5 再除以2 所以是25 OK,第二條 好,那這個呢 就應該是 首先 這裡是圓垂線 是不是? 負6負6 是圓垂線 1 1 這裡也是圓垂線 行不行 這樣的話 這個應該就是 平衡四邊形 那如果拿了 這一條 所謂的 A B 就做其中一條底 找回它的高 那麼 這麼巧呢 由於 B這一點 是一樓 而A D這一點 D這一點 都是一樓 所以我們可以畫一條 水平線 OK 那這個呢 就當它是 那個H 來的 OK 那 都是 底乘以高 那麼 那個底呢 就會是多少呢 它是5樓 它是1樓 所以我還沒計算之前 AB我已經知道是4 不過我都寫一寫給你看 AB 就會等於5 減1 等於4 這裡是4 那 至於H呢 H呢 就由負1 走到1 那H呢 就應該是大減小 1 就會大過負6 那算完之後 就應該是7 好 那我就把它轉了90度 給你看看會舒服一點 AB這條線 就會是4 來的 那 至於這個高呢 我們算到是7 OK 那所以呢 這個面積呢 就是7乘4 就等於28 那就算完了 那 總結一下 這個影片都很容易做的 就是計一計 面積的 OK 那可能就要找回線段的長度 然後才算面積 好 多謝大家 拜拜